LiuLiu世紀 天天的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伯根地人對上孟佳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藏身之處 好 那很久沒有看到兩位AN戰隊的玩家 又再次在天梯相遇了 是HERA對上Nikon 這兩位選手也是AN戰隊的一線選手 先來介紹文明的部分 文明的部分是HERA選擇了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 就可以在前一個時代提前研發下一個時代的科技 例如黑暗時代就可以研發一級伐木 一級農田 塵暴時代則是可以研發帝王時代的三級農 還有這個三級木 所以伯根地人他算是一個比較偏農田的文明 他的打法比較適合打火器單位還有騎兵單位 步兵單位也可以 工兵單位的話沒有強那麼多關係 只能堪用 那伯根地人的話他的遊俠升級也是遊戲裡面 升級最便宜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馬舊單位的科技都是半價的 所以伯根地人他的升級是非常迅速的 不管你是要出大落馬還是要出遊俠 升級很快就可以點下了 伯根地人的後期也可以考慮打革命易波流 但是不太推薦因為他已經被nerve過了 接下來介紹一下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大象 他的大象有種抗招響 而且也有減額外傷害的效果 他的大象在點下銀貫技術這個派科技之後 也可以增加大象的攻擊速度 所以整體而言 孟加拉人是比較需要偏走大象路線的文明 那孟加拉人他的肉馬也有個特點 就是他的攻擊毛兵的時候3會加2 那這個能力主要是讓他出相攻的時候 對方會容易出戰毛兵 那他就可以用自己的肉馬做個搭配 那孟加拉人的經濟加成呢 是每升級一個時代都會加2村民 所以村民術來說 基本上是不會落後於人的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是長生之處 長生之處的特點跟這個經濟場 其實有點像 就是有大量的木頭 他的差別是差別在這個牆壁 並不是石牆是木牆 所以兩邊的打法可以更適合使用這個塔弓 或者是一些快攻防守進行攻城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基本上經濟場的用招在長生之處 大概也可以使用 可能有一些細節上的方面不太一樣 但是大致上的一個構思戰術想法是差不多的 例如城堡前壓直接插他這個礦點 或者是直接塔弓弓 身插進去這樣子 控他石頭 把這兩個石頭控住 這個孟加拉這邊就爆炸了 呵呵呵 所以喔 這個打法來說 世紀帝國 應該說 不是世紀帝國 應該說全部的RTS遊戲裡面 戰術方面層面的東西 都是瞬息萬變 就不是每場比賽都只能用自視方式去打 那當然也是要看文明特性喔 那這個戰術成立喔 也有一部是看地圖 還有支援的這個礦點 還有這個文明的選擇 所以像這種情況 你看孟加拉這邊兩邊有石頭 那 Hera這邊會不會來控呢 這也是一個位置數喔 因為他伯恩帝人呢 打塔弓的話 基本上優勢並沒有非常巨大 但他打出他的優勢來還是要開農 會比較適合伯恩帝這個文明 那孟加拉人這邊的文明也是喔 他的前期的快功來說 並不是特別強 那他也算是一個可以開農的文明喔 因為他這個大順佛教的關係喔 可以讓自己的老頭跟村民的數量減免喔 人口占用減免的非常多 所以他只要農到150村喔 但只需要吃到135人口而已 基本上是非常省這個人口村民數的喔 省下來的人口村民數喔 就可以去多出一點軍事單位啊 或是出更多的村民了 所以兩邊呢 都是一個開農旗的文明喔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兩邊都是一個 直接直層上去的一個打法 那我們這邊看到孟加拉人喔 是打一個超級高速的喔 大概是21匹點封 然後馬上速城堡 再加2 21加2 然後生死大概再加2 25匹 然後點城堡 是帶著升級打法 那博物地人呢 這邊則是27匹喔 一個相對晚升級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流程的一個特點喔 就是他可以出馬就喔 然後可以去點這個一農 二農 二農也可以點 這時候二農也可以點 對對對 這個就是一個 文明上的細節差異喔 大家會說 可是27匹上城堡時代會不會太晚了 那我的感想是 是真的很晚 但是他上城堡時代的經濟喔 非常好 而且還可以轉出這個肉馬 先去控一下生物的位置 那這個肉馬 有可能是因為自己送掉肉馬 所以要趕快鼓移走去探圖 不能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喔 這個HERA也算是 比較注重這一方面的細節的玩家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 博恩地人這邊 馬上補下修道院 然後後面的城堡中心也補下 這一村可能會被拿下 果然 這一村被拿下之後 HERA直接少了一村 但孟加拉人這時候已經35村了 3TC開農 加上升兩次10代的關係 村民數直接多加4 本來他可能是33村領先 但是直接這邊 就可以看到 16分鐘 領先10村 那博恩地人現在是有二農二木的優勢 但他在城堡時代這個優勢 升級時代優勢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的... 有感了 因為他通常不會第一時間 去點這個三級伐木 因為到城堡時代 需要更多肉量 去出這個肉碼 或是輕奇病的升級 3TC的運轉 還有輪走技術 跟手推車 各方面的地方 都需要用到肉 還有這個工坊升級 所以 博恩地人的三級伐木 點的實際其實相當微妙 當然是點城堡 點帝王時代的時候 升級也可以點一下 但是點帝王時代升級之後 你也會考慮要不要存點肉 去點這個遊俠升級 或是其他的這個三公三房之類的 所以 不過這人的三級伐木 跟三級農田 到底什麼時候點 其實有點看狀況 並不是一定要怎麼點才是最好的 因為你不管選擇了A 那B的話 選擇也有可能會更好 就是有種Z大於B 好 好 這邊老頭上去撿生物 結果被抓包 孟佳阿倫這邊弱馬 開始也是瘋狂亂串 我們可以看到村民術來說 還是孟佳阿倫這邊領先 但是HERA這邊 已經把這個手推車點下了 51吋就點了 非常早 通常我都是六七十吋的時候 才點 因為我覺得這個村民術多一點 這個CP值比較高 但是伯恩獵人是決定 要來打一個早期上車 跟手推車 結果想要撿對方家的聖物 結果老頭直接被砍到人家的門外 那目前看到聖物大戰部分 是由孟佳阿倫拿下了一點的眼優勢 拿到一個聖物 然後第二個聖物又被砍死 哎呀 HERA這邊太貪心了 想要撿一大堆聖物結果被砍死 結果孟佳阿倫這邊只拿到了一個聖物 第二個聖物在這裡 還有一個在上方 哎唷 那不好說 誰也有優勢 還不能果斷 果斷認定誰是有優勢的 那目前看到 孟佳阿倫這邊點下了一級挖石 一級挖機 經濟也來到了最好的狀況 那孟佳阿倫這邊是慢慢點下了 錘車木頭有點爆炸 再趕快多灑一點農田 這邊農田都沒有人再去耕種 有點可惜 這邊直接大爆砍一波 HERA直接收掉了 女控這邊的兩隻老頭 那看起來聖物的部分 HERA是沒有輸的喔 這個聖物走邊邊角角喔 很厲害 下面這個聖物趕快撿走 但女控應該有意識到 欸對下面那個聖物他們有撿啊 看到聖物了 趕快撿趕快撿 OK看到聖物消失 尼控應該有注意到 因為在他們的視角裡面 聖物從這個地圖上可以部分消失的時候 就是對方拿走了 所以尼控應該也知道 對方應該是撿走了 趕快不用再去這邊看了 直接往上追 好但是這邊往上追 所以也沒有用這個肉碼去追右邊這個老頭 有點小小的可惜了一下 但最後呢 還是博光帝人拿下了三聖物的優勢喔 那這一點有點可惜喔 這個孟家人如果有三聖物的話 大象可以出得更輕鬆一點 因為這個相公喔 這個吃肉吃了很多 黃金的部分也是喔 一隻的相公造架跟騎士其實差不多 只差五塊錢而已 吃肉的部分也是比騎士更貴的一些 而且出相公喔 就在出騎士一樣的感覺 好這邊有先去點對方的村民 村民差距目前已經打出來 蜂蜜地人是106村 對上孟家人149村 因為升級十代之後 孟家人每個城鎮中心 又再多兩村 這裡有5TC喔 所以村民直接加10 村民直接補到152村 時間滿批了 村民數基本上不用再繼續按了 當然現在這個時間點 也可以考慮再繼續按些村民喔 反正只能越多嘛 先把科技點上去喔 待會村民再delete掉 然後再去展出更多的大象來 其實是更好的選擇喔 左邊補下非常多的軍銀 這邊應該是意識到 對方出這麼多相公 應該要來準出肉馬 這邊肉馬過去想要直接硬拆巨頭 應該可以有機會 但是後面有城堡傷太高 直接射掉了巨頭 這個巨頭被倖存了下來 左邊的大象直接升入敵軍 而且安心的戰術已經補下了 相遠防是2加3喔 其實有點坦度了 但是遇到戰毛病額外傷害的效果 其實還是有點扛不住的 而且這張毛病的數量越來越多 三級射已經點好了 但比較可惜的是 博恩地人的戰毛 是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的 打起來還是會有點弱喔 看還是待會要補一下火炮喔 其實大象這個單位 也蠻害怕火炮的 尤其是相公 因為他們很容易成群結隊的聚在一起喔 火炮如果打到點不錯的話 就可以打到成盾傷害喔 不過地人的火炮呢 還有增加25%的攻擊傷害的效果 所以一把火炮是50滴血喔 其實也是爆痛的 那六台的話 直接激活一個點的話 是有機會直接秒殺好幾隻大象的 好 那這邊 女控 孟佳人點下了 攻城戰象 還有自己的化學升級 化學升級的話 還有30秒 那伯甲地人這邊點下銀罐 伯甲地葡萄園 葡萄園 葡萄園點下之後 伯甲地就可以在自己的農田找到黃金喔 那他這邊其實稍微有點被控制的狀況喔 這個野精其實是被孟佳人這邊控制住 這邊先只能用暫時出這個垃圾兵喔 去壓制一下對方的相公 那自己還沒有轉出黃金兵喔 那其實相公這個單位也很害怕遊俠 因為遊俠的攻速喔 是比相公的速度還要快的 那只要盡可能去做包夾的話 還是可以打這裡 所以這邊也要看 Hera要不要轉遊俠出來打 還是直接用火炮加戰矛 槍兵反制一下對方的配兵組合 好 這邊相公直接硬點火炮 火炮血量只剩下一點點14滴 但這邊的槍兵太多戳掉了 非常多的相公數量 哇 這邊的垃圾兵大軍打這個 大象攻兵喔 實在是相當好用喔 好 後面火炮再次解掉了一台巨頭 巨頭也是用 直接用自己的石頭想要反制火炮 火炮這邊也是在瘋狂走位 好 後方大象直接攻城成功 直接鑽了一個洞出來 Hera應該是有看到後面的屁股 被開了一個洞 火炮的部分來到三台 三台火炮就可以秒殺一台巨頭了 同時開炮就沒問題 然後目前看到 孟加亞人這邊是轉出了攻城戰象的升血 變成裝甲戰象 裝甲戰象真的就要升上去 這邊肉馬已經開始往後繞 好 但還好後面又跟城堡 暫時可以守住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邊巨頭一直在躲 你看後方的巨頭的傷害喔 那邊的細節做的還是很不錯的 好 這邊巨頭再次往前架了起來 這面的大象的數量開始慢慢減少了喔 明空這一波吃到戰狼兵的傷害非常的多 後方陣跟城堡 被攻城 但是拉了一堆村民喔 直接對著大象喔 就是一陣暴打 但大象的坦度喔 實在是很坦喔 這個要打一段時間喔 好 正面的部分 相公就去往前 結果自己也損失了非常多的戰狼兵 但是對方的相公也是喔 相公的數量一直往前爆 孟家人雖然經濟很好 但是他的志願也快到見底了 這時候Hera點下了三級伐木 三級農艇也補了 下面這個洞 找個機會再補起來也OK 好 火炮這邊繼續砸 砸到非常多的傷害 好 這時候大象直接往前頂 在毛病的數量開始有下降的趨勢喔 好 火炮趕快往後繼續打 好 往前走 想要往前頂 好 但是這邊頂 並沒有往後先射擊後方的火炮 稍微可惜了一點 哇 這個大象 血量掉了被火炮打還是很快喔 但是火炮的數量感覺並不是非常多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被控住黃金的關係喔 先從黃金有點缺乏 轉遊俠確實有點吃力喔 好 正面的巨型投資工程 可能但是孟家人也沒有想要理他的意思喔 好 左邊巨頭稍微反之一下 拆掉 下方的城鎮中心也被拆除了 Hera家的農地被拆除了非常多 但是還好他在後面有撒了大片的農田 目前還沒有斷肉的疑慮喔 好 這邊也是一大堆農田 好 但是這邊生存空間越來越被緊縮 這邊拉了一些分隊 相公部隊去騷擾農田處的村民 好 這裡有兩台殘血的巨頭 要趕快拉回家嗎 唉唷 差一點 後方洛瑪在追火炮 這邊火炮順利的活了下來 槍兵的部分風火往後走 好 這時候孟加人終點下了大聖佛教了 OK 大聖佛教點完之後 這邊人口數喔 大概會減個大概10人口左右 13人口 那待會騰出了人口數 就會多出一點肉嘛 或是按更多的村民喔 讓自己經濟再更好一點 都是打更多的分線 但是以他的支援量來說 這邊要打分線是有點困難 可能要趕快去補一下 這個村民的數量 或是補下更多的肉馬 大象部分黃金雖然還有31個人在挖 但數量一直在維持大概20-30隻喔 其實也OK了 好 補任馬OK 補下了一級攻 開始把肉馬的科技升上去 好 正面的部分有點陷入焦灼了 好 正面的均勻也在被拆除 後方有在補更多的軍事建築物嗎 好 沒有 就這樣子了 9個射箭場 好像也OK了 好 有點多 好 正面肉馬想要去抓火炮 但是他有槍兵在防守應該是抓不太到 而且也可以及時拿一隻村民過來修一下殘血的火炮 那這邊火炮第一時間想要攻擊的是對方大象 而不是城堡 好 這邊火炮是要堆疊起來了 五台火炮如果沒有控好大象可能是會被秒殺的 好 這裡火炮再次嘗試往前 攻擊的是後方城堡 好 這邊大象開始散陣囉 好 沒有聚在一起了 OK 散陣的話 就可以有效抵抗對方火炮的輸出傷害了 唉唷 結果巨型投死機砸到了一台火炮 你控的巨頭的命中度喔 有點靠賽 不靠賽 就是有點準 OK 好 後方的五台巨頭 五台火炮不是巨頭 開始往回輸出 這邊大象非常大量 正面的戰毛兵快要扛不住 這邊槍兵受不了往前衝 但是這個就是擬控這邊的陰謀 他只要把所有的槍兵解決掉 待會肉麻一出來 就可以解掉後方大量的戰毛兵 所以槍兵的數量一定要保存在後方喔 但是這一波對方壓制實在太厲害了 火炮只能一直往後撤 看可不可以撤到城堡下方喔 但戰毛兵一直在承受對方的肉麻傷害 那這時候孟加仁只要爆出更多肉麻巨頭往前 就可以解決掉 HERA這一波的陣地戰了 這裡的大象雖然來到可怕的48隻 而是肉麻加上對方的巨頭 開始步步逼近了 火炮的部分 還要再繼續努力抵抗才可以 但是目前要抵抗很困難 對方的自由開火的相攻非常強大 基本上槍兵一到前面就被蒸發掉了 好還有是少量的幾隻槍兵戳到肉麻 但肉麻的問題也要解決 但是不問地人 這邊的經濟量來說開始不太好了 村民只有120村 戰毛兵持續抵抗 火炮繼續反擊 火炮的數量只剩下三台 OK這一波抵抗打得有點極限 看對方的大象相攻 還有44隻 太扯了 相攻成形真的是很痛苦 一定要等到黃金打乾 火魔地人這邊才有機會 那這裡是HERA正在打的鱸魚算盤 但是要等到黃金乾之前 自己能不能守下也是個問題 因為他的資源量來說也是來到極限 木柴也有點缺 食物也剩500而已 只要轉出戰毛兵或槍兵 都會稍微有點壓力了 畢竟肉跟木也不是免費資源 還是要去採集才會生產出來的 完了 熱热兵 終究擋不住黃金兵的壓制 太猛了 好 三隊火炮繼續往後拉扯 三相公子想要偷偷接近 左邊的巨頭開拆 正面的大相公兵往前推進當中 哇 這個相公已經深入到我HERA的極冰點了 這個出冰點如果要是被壓制住的話 就只能打這個GG了 好 GG的有點突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孟佳人這邊食物跟黃金拿到了大概1萬億 黃金的部分則是大概贏了6000 石頭花大概贏了200 木頭花大概輸了6000 但總體而已 孟佳人這邊還是比伯恩蒂這邊好 雖然伯恩蒂這邊農田會產生黃金 但是這個產生黃金的效率 還是比不過去野外 稻採對方黃金更有效率 這一波黃金被對方挖走之後 普恩蒂人就只能打防守勢 黃金兵有小話吃不來 就只能靠火炮稍微poke進行反制 到了極限之後 真的扛不住也只能打出GG 相當可惜 我們來看一下KD的部分 KD的部分是由孟佳人拿到2.19 黃金兵就是這麼的主動 那看垃圾兵的戰 這個戰損就知道 垃圾兵還是比較被動一點的單位 主動權相對少 而且也沒辦法有效擊殺對方的單位 那就是黃金兵跟垃圾兵的差距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